二米呀 你说 打了就打了呗 你还给他往上安啥呀 你说 妈呀 能不能少说两句 这不在找茬呢吗 找着茬不就安上了吗 找啥茬呀 你瞅瞅这个都安烦了 烦了 哎呀你说说 打小钱妈教育的换都忘了 咱们家的家风叫诚实 那你说这个东西打了 那是你打的 你就承认呗 你还给他强词多理的 找啥理由啊 妈 这一看就是风大寡倒的 这房子咋没刮倒呢 那反正这就是你没放好 反正就不赖我 我没放好 我买回来放这一个礼拜了 也没人碰的 他也没打 你说你这孩子 就是你打税的 你就承认得了 你可真气死我呢 哎呀 行 我打税的 我打税的行了吧 别生气了 我错了 再说了 现在不止我这样啊 就谁遇到这件事 他就得这样 不可能 你看 你还不相信 你还不相信 你一会儿等我们家前车回来 你看看他 你试试他 他肯定也这样 二米烈 今天我跟你说啊 咱家的家风就是诚实 不管办啥事 应该有一说一 有二说二 你知道不 你说不明白了 沈丰芳 哎 沈丰 哎 那个帮我扶一下车子 然后呢 我给你看一下 古董 啊 古董啊 妈 妈 妈 我听见顺芳和我小姨夫回来了 你这么的 我试着他 保证一试一个准 我现在就把他拿仓库去啊 这你这孩子是啥事啊 别试了 你听我说 哎 那他要不碰这玩意呢 他肯定碰到后期 你身板 慢点啊 你这身板 小姨夫 快来快来快来 来来来快点快点 我看看 逃啥好玩意 古董 哎呀 快看看 先说好 慢点啊 这古董是我的 你的你的 我啥时候要过你的东西 我拿出来看看 有外人没有 没有 就他俩 他俩没事 他俩是蛤蟆跳井 什么意思 不懂 不是 俩人呢 不懂不懂 快点快点 拿出来 或 三国时期的 三国的 你咋知道是三国那时候的呢 为 无 我就差数了 未数无 这不三国的吗 没有我这 妈 小姨夫啊 依我看这两个碗 一个老卫的 一个老屋的 成大笔饭用的 没几年 你根本就不懂 他我不懂 假的 哎呦我天呐 妈呀 呦呦这个好呗 西汉的 西汉你咋知道西汉的呢 你听清楚不是成西饭的 是西汉的 你咋知道是那个年代的呢 西汉 妈呀还有落魂呢 小姨夫啊 你是真懂还是假懂啊 啊 现在的历史学家 管那个年代叫西汉 那时候人家不知道叫西汉 咱们都不 你找谁见定的呀 我们楼下老王头 多少钱呢 三百 妈呀你快要回来去吧 你不行 蛤蟆醒了 妈 你说咱那件事跟他们说吗 哎呀都是一家人 你想咋说你咋说 关键是人家那马上 太稀罕了 咱那个行啊 咱那个远代的 啥远代的 啊 那个是我妈 她有一个元代的清花词 你是不是都要放哪了 啊 对 那个我想起来 是有那么个玩的 元代的清花词 忘了放哪了 哎呀我想起来了 她就放在我妈 那个卧室 那个小仓库里了 对对对 你干啥气啊 我妈说了 那是我们家的传家宝 无价的 你俩干啥去啊 对无价之宝 对 你家的传家宝 要传也得传给你女儿啊 对 我们这外星人肯定没份 我们也不惦记啊 好那好 走走走 咱俩做饭去 对啊 别动啊 原代 看我不懂 清花词 我也不懂 我懂 我也不要 你不要我要 我 你干啥你 我去取勤 来吧 你让我来吧 来来来 你抱着我 你抱着我呢 我顾不着 你先告诉你 我 我 哎呀 沙发怎么翻了呢 小姨父 刚才在那个小仓库 你看不看着 看见什么 对 看见了 这么长一条 活灵活现 你俩看着啥了 猫 老鼠 猫 老鼠 猫和老鼠 哈姆以杰瑞 哎呀 我说你们这两个人啊 我那屋哪来的老鼠啊 我放了半年老鼠药 它也没人碰啊 哎呀 对了 是咋把这箱子搬出来了呢 我的圆清花啊 怎么都打了 你俩谁打的谁 妈 对不起 这个瓶子是 叫姨父打的 陈阵范 干什么 你变了 我谁 你大变 我没想到啊 你说谁呢 大 是我吗 我站得好好的 你蹭下穿我脖子上 你拿下来的 天地良心啊 你拿我顾不着根本就 你顾不着 你你 你上个我说的 我我我根本就没动 你你走 小辣别说了 我说实话 哎呀 要说实话呢 大姐 是这样的 我吧 我想到你小仓库里 给你打扫一下卫生 没想到他传进去了 非要看这情话 你说我 我使劲拦的拦不住我 你才变了呢 你 妈你别信他这 是我要打扫卫生 你先二变 哎 行了 我跟你说 那是我跟我妈打赌的 妈你刚我说啥来着 我说这玩意要碎了 他俩肯定互相推 谁也不承认 这回你信了吧 这就叫善意的谎言 对不 啊 考验我们俩呢 妈呀 妈你千万别生气啊 你这考验的 你这代价也太大了 这原情花啊 啥原情花啊 我就实话告诉你吧 那是我给餐市场地摊上 花二十块钱买的 我看挺好看的 买回了哥那餐桌上来 结果整打 你说你们俩打了就承认呗 要承认我还高点性 你说你俩这么的 我我我倒心难受了 我妈呀 你吓我这一跳 干啥呀 哎呀 俺俩不是怕这玩意太贵重 你这不是 这怕你生气 所以才撒得慌吗 哎呀 什么 老姐你千万别生气啊 保重身体 这什么破原情花 我以为是真的呢 我也以为是真的 咱俩待会还得修沙发 哎呀 会会那行了你们玩吧 我回家了 会会回来啦 等会小姨父 既然他们能考验咱 我出个主意 咱考验考验会会吧 考验会会 考验考验会会 他是个小孩 你这玩意小孩不懂事 万一弄不好 老姐一生气再弄出个好点来 没事啊 就考验考验嘛 看小孩咋处 小姨父小姨父 考验考验行 这回就让我妈输得心服厚服 你说啥呀 妹叔啊 我行思也考验考验孩子 我也想看看孩子是啥表现 嗯 你咋也这么说呢 啊 行 那待会儿 这孩子不懂事 他要是没过关 你可别生气 放心吧 我回去我再教育他 好不好 好好好 那我去找他 我把他放 慢点 快快快快快进来 这事放血了哈 啊 放血了 今天的作业多吗 还行啊 怎么了 有啥事吗 没啥事 好好好 但是我今天 姑娘您也长大了 爸爸有些事也不得不告诉你了 啊 啊 啊 从今以后你不要再上学了啊 我他他也不要再上班了 他也不用再做饭了 明白了吧 咱家发财了 啊 再发财我也上学啊 你爱上不上 但是我告诉你 咱家有一个传家宝 真的 原情话 价值连城 在哪里 在礼物那小仓库里 千万别动 我跟你说 千万别动 一砸碎了 传家宝就没了 明白了吧 哎呀爸你放心 你不让我动东西 我肯定不动 我在这写作业啊 我不动不动啊 这孩子没事 挺好的 你看你们这么盯着我 我也写不下去啊 我上次写 原代代 青花词 完了 这孩子上钩咯 那万一他要打不碎呢 不可能 我有机关 你俩刚才是不是就中招了 没事 要人家会会压坑就没动呢 她是我女儿 我能不了解她吗 她的好奇心比我大 362个 她要不碰 我管你叫小姨父 我还是你小姨父 小姨父 孩子 是是不是帮大姨打小小唱哭去了 那不是 是我把清华词打碎了 不行我还得问一遍 我问你这清华词传家宝啊 是你打碎的吗 是 是 是你打碎的吗 真是 不是这是你打碎的吗 是 这是你打碎的 他都跟你们说了 真是我打碎的 我输了 卉卉 我的好孩子 你呀真是诚实啊 咱们的川家宝找回来了 真的把东西打碎了 谁都不承认了 孩子只有你承认 你真是个诚实的好孩子 我真的清华词醉了怎么办啊 哎呀哪有清华词啊 这是你大姨在菜市场 那地摊20块钱买的 那考验咱们的 对 你过关了 但是记住咱家的传家宝 只有两个字 诚实 那我这诚实一下不要紧 以后啊 你你你还得继续上班 我呢还得继续上学 大姨还得继续做饭呢 哈哈哈 但是 咱们的传家宝 还在 我明白了 咱们家的传家宝啊 就是 常识 对 我好有点 好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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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